請大家 hunch 好大家好我是 Nick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kasper 在長幅 因為他在今天上了必安的合約 那他這一段他其實从 0.00 0.06吧 0.06這邊一路長到 0.15 一路長到0.15 其實長了長生的是將近 一倍以上咯 漲了一倍以上了 那在一倍以上後他就宣布說 17號的時候要上 必安的合約 17號的 10點 他就上了必安的合約 那麼我們在上完在必安上完合約之後他就 剛開始是 小震盪 在下午的時候就開始有點 回測 那其實回測到現在也才0.11 其實回測回疊的部分其實不多啦 也就跌下來跌個10% 20%這樣 大方的支撐力道是有的 這邊其實是有力道在支撐的 也就是說 還有持續的買家 持續的在這邊購買 那在這邊這個區間的話是0.09到0.11 這區間是有買家持續的在購買 也就是說他 在0.09到0.11 這附近都有持續看好這bid 看好cast的人持續的在建倉購買 所以你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樣看的時候其實他的 接盤的力道是有的 好那這是 cast 大致上的一些走勢 你說未來會不會再繼續往上噴 他可能在這邊震盪一陣子 然後再 接著在月底前可能會創個高 再往上走 有可能啊 我是覺得蠻有可能因為接下來 帝安要在市場上面收 都籌碼嗎 要收幣嗎 才有辦法在交易所 上線獲得交易嗎 那ok也是 好那這是以上是cast的分享 那我現在來講 NXA 他在今年的 3月 3月底 他這一波 創高 接著就一路拉回 到了 8月份吧 8月份又在往上拉了一些 一直在 又繼續往下跌 跌了一陣子就到了 11月份開始又東進 又接著11月份又跟著拉起來回撤再拉起來 那接著應該是又要在 創早點了要突破這個壓力 突破之後 又可能繼續往上 因為現在礦幣是蠻多人在持有在 在那個在挖的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礦幣的熱潮啦因為 現在都在漲礦幣啊那我們來看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嗎其實這個幣是可以持有的 我們就等嗎等看他有沒有機會再讓他爬升到0.0000275 你爬到爬升到這個這個價位其實就蠻厲害的 應該是很有機會在 挑戰新高啦 不過這也是要看後面的走勢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 英文克斯的話也就是當初講的說他很有機會在往上突破到1美元 那其實他在回撤的同時會有 持續的有利空嗎利空消息說 他可能是空氣幣啊或者是國人盤啊 因為他的項目是匿名的 項目方是匿名的 好其實他也是在這個區間在做個震盪 他也是在這個區間做個震盪這樣 又持續的再往上 衝高 可是他這個幣很厲害就說他衝高之後他又在 回撤回到可能0.8 或0.9 這邊然後再震盪一陣子再突破 我覺得這次真的很有機會再到 這個點 這個1.1.12 一定很有機會到1.12再創意這個新高 因為這邊有 這邊已經有亮能了 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持續看好這個幣 好這是這個幣的分享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claw 那這個幣也是礦幣 其實他從0.02吧 他從0.02就一路的往上漲 漲到現在其實還在做個震盪 我是覺得 這個幣蠻有潛力的因為他 也是跟著這一波上來他這樣創高然後拉回 但是只有支撐到 你沒有說 持續的再往下跌 支撐支撐在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又做一個整理之後 又持續的再往上攻 他這一波可能 就會挑戰這前波的高點 0.055以上吧 應該有機會再 再從0.055以上 所以這個幣我也是持有的啦 這個幣 那看一下他的那個日線好了 日線也是這樣 很漂亮的走法 走 再整理一下 有沒有破這個前面 前面那個區間的點 那就持續的再往上攻 接下來是走到說這樣拉上來回側 回側這邊 再往上拉 然後接下來看是不是會挑戰 挑戰當初的高點 是蠻有機會的 不過這個幣我是沒有挖啦 我只有 去購買他而已 好那今天到這邊我就分享這 4個礦幣 後世的走勢的分享 其實都很有機會再持續的 我覺得前面 前面 有這三這四種幣吧 有三種我是蠻 蠻持續看我會再穿高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有什麼 問題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